顺觉则分就是四加行 然后呢就见道修道无邪道 见道位呢就是这边所讲的 菩萨的十地的出地 那出地到最后一个呢 圣位菩萨 圣位呢是妙觉地 妙觉地就是佛位了 那这个中间呢都叫做什么呢 都叫做修席位 也就是二地到十地呢是修席位 所以菩萨道的修道次地 大家注意一下 二道五菩提这是第一个次地 二道就是一个是般若道 一个是方便道 那五种菩提呢 就是这边的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出道菩提跟什么呢 究竟菩提 这是第二个 他的修行的次地 那五十二个阶位 是第三个修行次地 然后呢 五位 从资粮加行 通达休息跟就近 这个也是菩萨道的一个修行次地 那 时间上呢 他修三大阿僧奇节 第二阿僧奇节呢 是初地到七地 第三大阿僧奇节是八地到十地 我们所讲的 这个是时间节 在时间上是这样 那其实 那个 时间呢 还有一个叫功德节 就是累积功德 俱足圆满 他就成佛了 因为他不一定是 算时间嘛 如果时间节的话 大家想说 三大阿僧奇节 所以我们就 打磕 所以慢慢来 三大阿僧奇节 到了就解脱了 是这样吗 不是 那 三大阿僧奇节 你修福跟会六度四射的圆满 好 那 在这个十地当中呢 这十地当中呢 我们也 有三大类的分法 这个有相有功用 无相有功用 跟无相无功用 那我们在 凡夫呢 他 拙相 我们说相有十相 五个色身相畏处 还有什么呢 男女相 还有 身柱面 有说身柱面 有说身意面 身柱面 身柱面 我们拙身柱面 拙 男女相 拙 色身相畏处 的五相 所以我们拙相 拙我相 人相 众生相 拙一切相 那 出地到六地呢 他是有相 有功用 那出地以上呢 他那个相呢 虽然是有相 但是不跟凡夫一样 是拙相 但是他还是有相官 好 那有功用 就是要加功用型 那有相官 有功用 有功用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得到出禅 我们要 用力的加功用型 才得到出禅 无相呢 就是不用 无功用呢 就是不用再加功用型 他自然而得 那出地到 出地到六地呢 他是有相 有功用 那第七地 他已经可以得到什么 无相了 无相就是那个无实相 色身相畏处 其实你看 我们为什么会生起烦恼 就是拙相 拙我们的 外境的色身相畏处 拙男女相 拙身住面 的这十相 第七地呢 他就无相 有功用 虽然无相 但是他还要怎么 加功用型 那八地到十地呢 就可以 无相无功用 我们已经不会被 一切任何的 一切外相所影响了 那这个是 在说明 菩萨呢 就是修学 这个十地 那这个十地呢 在出地到六地呢 他偏重的修 还是在修 这个 六波罗密 比如说出地 几起地 布施圣 但是他是 一大圣心 修共五圣的布施 那第二地呢 离构地 他是持戒圣 一大圣心 修共五圣的十善 那第三地呢 发光地 他是忍入偏圣 一大圣心 修共五圣的禅地 那第四地 宴会地呢 他是 精进偏圣 一大圣心 修共三圣 这边是共五圣哦 这边是共三圣的 三十七道平 那第五地呢 南圣地 他是修 禅定偏圣 一大圣心 修共三圣的四地 那第六地呢 是现前地 他是智慧圣 一大圣心 修共三圣的元起 那 七地以上呢 都是一大圣心修大圣法的 那 所以呢 十地呢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 如果这十地呢 我们这样看 初地呢 他是生诸如来家 我们是生在哪里 我们是生在哪里 我们是生在六道家 我们的家是在哪里 在六道 有时候家好一点 有时候家差一点 初住几起地 生诸如来家 断除三种结 他 偏重的说呢 是断了 有生见接近 取跟疑 他离五个部位 那 初地呢 他也叫做凡圣观 他是转凡入圣的差别所在 那 他也正到了 这个不退当中的 四个不退 那二地呢 他主要的是修慈戒 这个慈戒呢 二地菩萨 这个故意犯的戒呢 他不会再犯了 他不会再犯 然后呢 他不会误犯 误犯的维系戒律 他不会再犯了 我们会不会误犯 我们会误犯 我们不只会误犯 我们都直接犯 我们直接犯戒 二地菩萨除了不会 他连误犯 不小心误犯的 他也不会 所以他的 那个 慈戒偏圣 那三地呢 他是忍入偏圣 他忍入偏圣 因为他 他有圣身的禅定 他勤修四禅四无色定 四无量定 他这个定呢 非常的殊胜 四地呢 他是什么呢 宴会地 他是修共生圣的三十七道品 他叫宴会地 那个 那个 智慧像火焰一样 火焰要烧什么 火焰是烧烦恼 烧朱烦恼 他把那个 他说菩提如火 智慧如燕 那他叫做宴会地 那五地呢 南圣地 南圣地 他是禅定书圣 他修四地 六地呢 是现前地 智慧书圣 那这个六地呢 他有一个特色 会圣住灭 灭定 他是住在哪里呢 他是住在那个灭静定 第六地的菩萨呢 第五地的菩萨 进修之后呢 到第六地 第六地 他住在灭静定 第六地 他有智慧再加上灭静定 我们说九次地定的最高 就是那个灭静定 他住在灭静定当中 他能够现正空有无碍的缘起宗道 五地呢 他可以怎么样呢 他可以真俗并观 到七地呢 七地呢 他是无相无功用 他胜于前六地的有相有功用 七地菩萨呢 这个 他的方便度呢 他越来越殊胜 那因为 他已经到了 纯无相的边缘 所以他叫做远行地 那 到了第八地呢 八地是什么呢 八地是不动地 八地不动地 因为他修无相关了 他不被谁所断呢 不被谁所动呢 他不会被烦恼所动 他不会被公用所动 无相无功用 他不会再被烦恼所动了 那 这个时候呢 菩萨呢 他不给予断烦恼 到八地的时候 他就可以 把这个烦恼呢 让烦恼怎么样呢 来做自立立他的方便 让他怎么样 扶劳役 扶劳役呢 在第八地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殊胜了 然后 进入到 这个第九地 然后第十地的 法云地 那法云地呢 他的 智慧呢 就非常的殊胜 法云地呢 他就进入 要进入到 马上就要进入到 成佛了 那九地的菩萨 他善根非常的深厚 那到第十地呢 十地菩萨呢 他能够自在说法 而且呢 能够骗法界 显现的 显现神通 他在说法的时候呢 他像 大乙磅礡一样 无处不在 那他可以显现 神通说法 掌养一切众生的 上根 圆满 福德 智慧 然后就进入到佛地 而成佛 那我们今天呢 所讲的是 菩萨的修正法门 他的内容呢 的重点 三心相应 修六度四色万恨 然后呢 他的 那个阶位呢 就是五十二个阶位 那我们先对 菩萨的修行 菩萨的三个阶段 发心修行正果 有一个概念 我们跟菩萨 发一样的发心 修一样的修行 那就可以 正一样的 佛果 那 这个时间 是长远的 内容 修的内容 是广大的 那 菩萨行 菩萨道 是佛法的核心 佛陀说法的一个 等怀 那今天就跟大家 简介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帮助那些贫穿的 甚至每个月 好几次 做便当 素食的 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蓝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 多关心蓝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照号 50323858 50323858 顾名 台湾燃灯功德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